我們要加開這個唱作劇家這個節目 那它很特別 它叫唱作劇家蟑螂版 蟑螂 蟑螂就是一個比人類還要偉大的一個生物 它就是我們後面的這一條小巷子 那因為它都是張樹的關係 然後一個狼道 然後所以我們暑假加開了唱作劇家蟑螂版 那這個蟑螂版的主持人 就在我們右手邊 那叫黃哥李拉 那叫大家 對 也要報名 那大家呢就是詳細的報名辦法 我們會在近期就公佈在那個 有阿村的粉絲專頁 然後 就是它和這個形式又有一點落差 那可能是譬如說 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小時的演出 不一定要到快一個小時的演出 然後不見得你是什麼創作歌手 只要你願意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會在那個後面的蟑螂的地方呢 搭一個舞台 然後給大家一個表演的空間 所以就是也很需要那個大家幫了 我覺得就是鐵花村到那個第四年真的很不容易 像有很多那個啦 很多朋友持續的支持 我們像剛剛鐵花站啊 那個大鬍子的老闆 然後還有今天也有那個 蛤蛤蛤手書店的那個朋友來 來這邊 對啊他們都是很長期 我們凝聚這些小眾 這些基層的力量 然後到這個地方 晚上在這地方聚聚 累積我們的能量 那最後主持人還是要唱一首歌 跟我剛剛說的話就完全都沒有關係 他也是我們剛剛很推崇的一個歌手 叫李治的歌 叫天空之城 今天假的10月15號 好 這首歌叫天空之城 欸 今天假的10月15號 大家今天要回去 好 10月15號 10月15號 10月15號到台東來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太難得了 其實我幫我聽著 你記得落天空 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 我遇上天空分 都我們 此刻我在 異鄉的夜裡 感覺著你 忽明不安 我想回到過去 沈默著歡喜 沈默著歡喜 天空之城的哭泣 未來越明亮的你 未來越明亮的你 不僅不過 是生活的皮 沈默著我 也沈默著你 Oh baby 你獻給我的洗牌 那鮮餅 甜蜜的融化了我 天空之城在哭泣 看到妹妹 我們曾擁有了甜蜜的愛情 不忘的撕裂了我 天空之城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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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妹妹 我們曾擁有的甜蜜的愛情 天空之城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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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妹妹 朗朗妹妹 你献給我的西班牙鮮餅 甜蜜的融化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朗朗妹妹 我們曾擁有的甜蜜的愛情 瘋狂的撕裂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有人路過哪裡 回來告訴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無法呼吸的你 此刻我在 異鄉的眼裡 想見著你 越來越遠 天空只剩在哭泣 我自己都覺得 你來到鐵花春春 當一個觀眾以外 你要是可以上台做演出的體驗 我覺得一定讓你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如果你們還想要有表演的舞台的話呢 都可以聯絡我們 或是鎖定我們的本事專業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到這裡 結束 讓大家可以來點一杯酒 對水 結束 來吧 明白 謝謝